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创世纪》第49章 这一章是记载雅各在世上最后的一个的时段 而且在经文的结尾的时候就说他就安息了,吸了劳苦 然后归回到他的祖宗那边去 这一段的经文主要记载雅各为他的儿子们 来一个一个的来祝福 12个儿子,12个支派,以色列的12个支派雅各为他们来祝福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做几方面的反思 第一,我们看到在《居约圣经》里头 做父亲的,常常记载了 父亲为孩子们的祝福 我想这是神的一个的心意 不只是用嘴巴说出的祝福 更应该说,上帝要我们做父母的 都应该成为孩子们或下一代的祝福 我们本身要成为祝福 不是发出祝福的语言 而是我们本身要成为祝福 不单单是指产业 有些说,我们留下很多的遗产,很多的钱财给下一代 那这固质上面的祝福呢 是不是真正的祝福,那还有待商权呢? 因为有些时候,留下很多的钱财 未必是对下一代来得更好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钱财的问题 而是人在罪恶的影响当中 有些时候太多的钱财 反而我们也看到,或者也听说到 有些的家庭因为增产业就搞到自理破碎 那也不显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整体来讲,神要做长辈的 包括父母,阿公阿嬷 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当中 在社会上成为长辈的 应该要empower 或者应该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 要留下好的榜样 要留下美好的属灵遗产 对旧徒来讲 有没有遗产,那个是次要 但属灵遗产,有没有一种信心的表现 敬虔的态度 这一些,是不是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的 祝福我们的下一代 而且还要给他们空间 来去发挥神要在他们生命当中的 那个的带领,神给他们的恩赐 我们做长辈的,我们做上一代的 有没有留下空间 鼓励我们的下一代 来去走冒险 来去走神的心意 在神的心意当中来生活 我想这些都是作为父亲 或者母亲,或者长辈 可以给下一代的祝福 当然也不要误会我 钱财的祝福,产业的遗留下来 那个也是很好的 能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 不必走那么辛苦的道路 这其实是好的 但是我还要再说 如果没有属灵的祝福 没有信心,没有见证 没有对上帝的敬畏 所以我们留下一大笔的钱 给下一代呢 可能是让对方更快的陷入危机 可能让对方更快的走入企图 那个是很不好的 这是第一样,我们可以从这段的经文 来做一些的反思 第二呢,我们看到 在当雅各 为他的孩子们祝福的时候 他提到的 不单单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他也提到一些是 孩子过去的决定来的 或者过去的生活情况 这些生活情况要成为将来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今天是因为过去 是因为昨天 昨天对今天的我们是有因素的 我们能够发展到现在 是因为昨天的努力 昨天总是对今天带有一定的影响力 虽然并不是说 我们的一生就是 单单因为昨天 因为有上帝恩典 上帝的恩典领导的时候 我们的过去可以被上帝转化的 所以不一定是说 过去决定未来 但是未来一定跟过去 有不能够分割的那一个关系 在经文当中就提到 特别提到两个的祝福 我们就能够想起 在创世纪前面是有相关的记载 第一个就是 在里面他的长子的那一个祝福 他提到他的时候就说什么呢 他是壮年的时候生的 雅各壮年的时候生的 有尊荣有权力 但是在第四节 就是提到他放纵如水 因此他不得居首位 因为他上了他父亲的床 他玷污了他的踏 第二姐妹 我们昨天在提到 雅各特别为这 以法年跟马拿西祝福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 他好像在立月社成为长子 给他双倍的祝福这样 在这里他就再次提到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件 第二呢 就是第五节提到西面跟立月 他说他们的刀剑是残暴的兵器 我的心不要跟他们同谋 我的灵或者在原本是我的荣耀 不与他们同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灵路中 在愤怒中 他们杀害了人 杀害了肯 甚至包括无辜的人 这件事很明显 是指这两兄弟杀害了世剑 跟他的父亲 还有他那个地方的许许多多的人 因为世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妹 大家还记得这件事 所以 这两个的西面 还有立位 还有加上铝变 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过去 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弟兄姐妹 若不是上帝的恩典 若不是主耶稣基督 在祂的救恩里面 赦免 饶恕我们的过犯 其实我们可能还留在罪恶过犯当中 我们就还在过去的这些的影响 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 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也知道 上帝的恩典 并不是叫我们随随便便 上帝的恩典 也不是叫我们随便的过生活 我们要珍惜恩典 看重恩典 过神的讨生喜悦的生活 上帝已经帮我们解决了过去的罪 那前面的日子 我们更要全然的信心 带着信心 来依靠上帝 过讨他喜悦的生活 第三 我们可以从这个祝福当中看到 这个祝福 也不单单只有 因着过去 要影响前面 这个祝福 也有歧视的那一个味道 特别在提到犹大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是特别明显的 将来 这肯定不是雅各是能够看见 但是却是圣灵 却是上帝的灵感动他 说出这种的祝福 而这种的祝福 带有预言的能力 我们就来看看雅各对犹大的祝福 他说什么呢? 他的兄弟必要赞美你 你的手要插住仇敌的景象 你父亲的儿子要向你下拜 我们可以很快的联想 这是可能指向大卫 对吗? 这个国度 兄弟要赞美他 一位君王到最后来自大卫家 管理蛇字派 兄弟都要称赞他 而且仇敌在大卫的掌权之下 所罗门的年代 仇敌都向他来下拜 当然还有提到其他的权 不会离开犹大 然后统治者的杖 不离开他两脚之间 我们看到这些都可以推到大卫 特别在第十节又提到说 只等到希罗来到 希罗是什么呢? 学者的讨论都不太一样 有没有一个不太一致的看法 它可以只是一种的公物 那个洛的国家带来的礼物 又或者是一个的掌权者 世罗掌权者 这里提到说 等到希罗统治者的杖不离开 然后直到希罗来到 万民要归顺他 我们就可以想象 这不单单是指向大卫 而是指向更远的 应该就是指向弥赛亚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在这个祝福当中 上帝也使用他的灵感动 使用雅各发出未来的祈愿 对姐妹 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祝福 为着他们的未来 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为着他们来祝福 就好像雅各为12个孩子的祝福一样 上帝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同行祷告 祝福上帝你是愿意赐福你子民的神 帮助我们做父母的 在你的面前谦卑 给你来使用 主要让我们成为好的生命见证 把祝福留给下一代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